昌花一名女子22号晚间 开车原本要左转 却临时改变主意突然往右转 遭到后方车辆撞上 整个过程像是碰碰车一般 还好双方驾驶只受到轻伤 另外在台北是一名机车骑士 疑似闯红灯 抢快左转 被对象的直行轿车高速撞上 骑士弹飞 重衰落地 全身多处骨折 重伤耸敏 前方路口接骑士闯红灯 遭对象轿车高速懒忧撞上 骑士遭撞连人带车喷飞 往前撞摔落地 后方原本也想跟着左转的骑士吓傻 赶紧停车 这么一撞可不清 集合车轮扭去变形 灰色轿车车全回挡风玻璃碎裂 车会意外翻在27号上午6点多 台北市民生东路与塔幽路口 35岁彭信骑士闯红灯抢快左转 找对象轿车撞上 重伤送医 骑士脸部以及身体 多处的骨折 差挫伤 那所幸意识清楚 微乖骇撞的野犯在彰化市区 白色轿车停靠内车车道准备左转 驾驶临时改变主意突然右切 后方向前车反应不及 从车头撞了上去 跟着白色轿车就像碰碰车 甩尾撞了向前车后 再左转弹道对象车道 车会意外犯在22号晚间11点多 25岁林姓女子开车停在金马路 以张兴路口代转 突然想到要去和美一趟 没看后照镜止右转 害得后方驾驶闪并不及撞上 影片曝光旺旗的直呼 连看都没在看 以为在开泡沫车 是在临时校正违规吗 临时想到要到和美处理事情 发生碰撞 造成双方轻微的差错伤 警方调查双方驾驶没有酒驾 但都受了伤 林姓女子的开车方式明显违规 警方依法开单 并随就后续相关责任 记者纵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2010